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步行者宣布,球队将不会执行蓝斯史蒂芬森,下赛季价值430万美元的球队选项,史蒂芬森今夏将成为自由球员,这样一来,他有资格签约其他球队, 史蒂被步行者放生,意味着又要走上重新找工作的道路,庆幸地以他目前的竞技状态在就业不难,2017-18赛季,史蒂芬森场均上场22.4分钟,得到9.2分5.2篮板,2.9助攻,效率和数据方面都保持得不错,所以肯定有球队要他,曾经与史蒂芬森兵肩战斗过的保罗乔治在歪上回应了此事, 他晒出了湿地的报道截图,并写道,哇哦,现在还有人觉得我是个混蛋吗?在这个商业联盟,你只能做对你自己有利的事情。 有传言称,乔治曾说过步行者对格兰杰所做的事情,迟早会发生在自己身上,所以不得已当了一把叛徒。 但是现在看来,管理层真是那样无情。去年休赛期,乔治曾在合同期内,公开表示自己想去胡人,这一行为也遭到了许多非议。 最终乔治被步行者交易到了雷霆。联盟多支球队高管认为,乔治会和雷霆签一份1加1的短合同。 第二年乔治拥有球员选项,这样一份合同总额可能达到6300万美元。 第一年年薪3000万,明年乔治可以继续成为自由球员。 从目前种种迹象看,雷霆极有可能这么操作。这样一来,雷霆的心筋空间接近被堵死,替补习表现不错的菲尔德·格兰特等人就会被放弃。 而史蒂芬森的出现,无疑给了雷霆一个很好的喘气机会。 雷霆可以用老将底薪或者特立中产合同签下史蒂芬森。 弥补替补习格兰特等人离开带来的影响,史蒂芬森完全有能力胜任球队第六人,是球队替补习上稳定的得分点。 而且防守也不错,雷霆夺冠还真就差这么一块拼图,所以史蒂值得他们投资。 保罗乔治和史蒂芬森又是多年好兄弟,芬森也喜欢在乔治身边打球。 如果雷霆追求芬森,这比买卖成功的可能性非常高。 下赛季,雷霆首发威少加罗伯森加保罗乔治加安东尼加亚当斯的组合,依旧强势。 如果他们能牵下詹姆斯斯迪史蒂芬森,那么球队阵容深度将进一步得到提升。 分分可以打三个位置,能组织,能得分,能三分,能突破,功能性比较全,能极大丰富雷霆的打法。 考虑安东尼已经执行最后一年合同,保罗乔治可能会签一加一的合同,雷霆摆明了是想再赌一个赛季。 所以,有机会签下一个实力不俗的夺冠拼图,他们没理由不去争取。 这样看,他们就有机会凑齐六大金刚,去抗击火箭和勇士,去冲击总冠军。 想想这个画面都很美,这阵容想不夺冠都难,大家又怎么看呢?